只见鳄鱼突袭黑斑铃,被一旁的河马及时拦截,这是什么情况呢? 一只黑斑铃由于刚刚遇到鳄鱼的捕猎,现在逃到了四面环水的孤岛上,然而这里也并不安全。 鳄鱼也从水里追了上来,它正一步步地爬向黑斑铃。 黑斑铃瞬间呆住,它也许忘了鳄鱼是两栖动物,不仅能在水里活动,也能在陆地上行走。 就在我为黑斑铃担心的时候,黑斑铃的做法令我万万没有想到,它居然向鳄鱼的方向走去,关键着鳄鱼还没有攻击它。 但这时,黑斑铃静直地跳入水中,鳄鱼见状也迅速地追了上去,原来黑斑铃打算游回岸上,因为待在孤岛上,迟早也会成为鳄鱼的口中之石。 倒不如放手一搏,鳄鱼在水里敌的优势立马发挥出来了,很快就追上了黑斑铃。 这时,一头河马游了过来,就在鳄鱼扑咬黑斑铃的瞬间,河马也朝鳄鱼咬了上去,但还是没能就到黑斑铃无独有偶。 一只斑马在过河的时候,也被鳄鱼咬住,斑马痛苦地挣扎着,陆地就近在咫尺了,但是它无法从鳄鱼的口中挣脱。 看斑马的样子,不出意外的话,估计是很难逃脱了,但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,河马又出现了,只见河马开始驱赶攻击斑马的鳄鱼。 但鳄鱼也不想轻易放弃眼前的食物,便与河马周旋起来。 加之捕猎斑马的鳄鱼不止一头,虽有河马的搅局,但斑马仍然被鳄鱼困在水里,直到河马多次进攻鳄鱼之后,斑马才找到机会从鳄鱼的口中挣脱。 就这样,斑马一拳一拐地往岸上逃去,虽然绝处逢生,但是它的腿部也受了很重的伤,如果不幸遇到狮子或者其他烈食动物,后果可想而知。